Hi everyone,欢迎收听尬聊音乐 我是Kennigy 今天呢,这一期的podcast就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从这个礼拜开始啦 一直到10月3号金曲奖 就是10月3号星期六金曲奖的当天 从这礼拜开始一直到那一天呢 我每一个礼拜会想要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金曲奖的五个重要的奖项 也就是说每一年这五个奖项都是大家很期待 然后也大家都在猜会讲落谁家的这样子的奖项 那从今天开始呢 这一集的podcast会讲到的是 最佳国语男歌手 那下礼拜我想要讲的是 还没决定啦 反正总共会有最佳国语男歌手、女歌手 然后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 歌曲还有什么 最佳新人奖 就是这五个这样子 那我不一定会照这样子的顺序讲下去 那就是看我下个礼拜想要讲什么 我就会再去做决定这样子 那今天呢 我想要介绍的是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然后我想要把这六位非常棒的歌手 都介绍给大家 有些你甚至可能没有听过 对 然后有些已经是非常在华语乐团 华语乐坛上面是非常红的歌手 然后大家也耳熟能详的这样子 所以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好不好 因为我怕如果废话太多的话 这一次Podcast会非常非常的长 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 那没关系 如果真的途中我真的是 想到想要讲的话 我这也是忍不住了 我觉得还是会掺杂一些尬聊的成分在里面 但今天这一集会比较像是 好好的介绍这六位歌手 然后大概讲一下他们这一次入围的专辑 然后还有专辑里面我想要分享的歌曲 这样子 OK 好了 那么今天马上要来介绍 第一位入围 今年第31届进取奖这家国语男歌手奖的 第一位歌手呢 是来自周华健 那周华健呢 这一次入围男歌手奖的专辑呢 是他在去年2019年12月的时候发行的少年 那这张专辑呢 也是他第21张国语专辑 如果算一下这个出道日期啦 到目前为止 周华健应该已经是超过30年的出道时间了 应该是35年36年左右 那这一次呢 少年这张专辑是他的第21张国语专辑 我觉得大家 周华健最全盛的时期啦 大概可以是从1994年到1997年98年左右 因为他在这三年左右的时间 其实发行了超过12张的专辑 所以他是曾经经历过这么 就是很辉煌 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那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高压吧 就是你基本上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唱歌 然后因为你要不停的推出新的作品 12张以上的专辑在三年内 你看现在歌手如果一年发一张真的是 已经算是很紧绷的状态了 因为歌手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 他们必须要去审视每一首进来的歌 然后适不适合他 适不适合他想要传达的一些故事啊 一些心情 那适不适合注入在他这一个歌手本身的风格里面 所以在做任何的挑歌选歌 我觉得在一整张专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就不用讲说是创作歌手了 因为你创作歌手可能 你一整年可能创作了可能100多首歌 但是到时候你要取出大概10首左右的精华 那有多困难 其实是真的非常困难的 所以三年初超过12张以上的专辑 是非常非常可怕 我自己觉得很可怕啦 但是应该也是蛮清醒 他那时候可以度过这样子 非常高压 而且是很辉煌的时期 那这一张少年呢 我觉得比较像是 周华坚在经过了这三十几年乐坛 或是演艺圈的洗礼之后 回归他最初心当初想要唱歌 想要分享用音乐分享自己的这种心境 我觉得没有经历过一段这么长时间的历练 没有现在的周华坚是 应该说 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样子长长的这种故事 人生历程的话 现在的 这样子的周华坚是没有办法唱出这一张专辑想要传达的故事 跟想要传达的这样子的意境的 所以我觉得这整张专辑就是一个感受人生历练 然后他用他的故事 身旁的故事来谱写歌曲 然后到处或是唱出他在这乐团 乐坛三十几年来的经历的种种 然后把它集结成这一张 总共有十五首歌曲的一张完整的专辑 叫做少年 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在去年2019年发行 其实距离他上一张的故事专辑已经是2013年了 所以总共六年没有发故事专辑的时间 那我有看了一下报道说 他这张专辑其实是耗时三年的制作时间 才写出 应该说才拿出这十五首这么好听的歌曲 那如果啦 我自己本身要推荐的话 其实这十五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 那我自己最推荐的话会是其中的四首歌曲 第一首歌曲叫做我吃故我在 就是在讲说 你人生可能在工作啊 从小到大工作啊 学习啊 你的很多时间都是被支配的 那幸好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吃的东西是什么 的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被支配这么多时间之余 你还是保有一些自由来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他以吃东西这个来当做一个例子 那是在整张专辑中的第三首歌 那我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歌曲是第六首歌迷途 那他的这一首歌迷途呢 我觉得啦 我整张专辑听完我觉得迷途是他 整张专辑里面 声音表现最好 然后最能称出他声音整个重低音 因为我觉得听这首歌就很像是听周华健在用一个超级低音音响 然后直接播放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非常的爽 我真的只能用爽就是听这首歌真的很爽 然后后来应该说再来后来去哪里 再来呢 想要推荐的是第十首歌叫做舒服 还有第十一首歌告诉我你的故事 其实像第六首歌迷途他在第十四首都有放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那十一首歌告诉我你的故事 在第十五首也是用不一样的版本 他们工作是音乐式的同伴们的声音 像是在聊天啊 然后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没关系我是你的朋友 你都可以来说给我听 不要害羞不要害怕 我是你最好的这种肩膀最好的靠山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第十一首歌告诉我你的故事 是一首非常温暖而且很激励人心的歌曲 很像下班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来小酌个三杯这样子 黄唐下肚然后开始聊心事的这种感觉 第十一首跟第十五首告诉我你的故事很好听 那这是第一位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周华健 然后这张专辑叫做少年 是在去年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 是二月的时候发行的 马上来 第二位歌手呢 第二位歌手呢是来自 Jay Shawn Jay Shawn这一张专辑呢 也是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发行的 叫做巷子内 那他这张专辑呢是他第二张的录音专辑 他第一张专辑叫做Jay Shawn 在2017年五月的时候发行的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R&B跟HipHop结合到完美的一张专辑 然后这一张专辑呢 其实他整张专辑啊都用一个一句话来贯穿他整张专辑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 街头兄弟不是很饿还很浪漫 因为这一句话呢 他其实塞在了一二三四 总共有五首歌里面当作最开头的开场 其中的这五首呢 分别是第二首的不管他刻了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还有第四首的比较浪漫 跟第五首的抒情歌 还有第九首画面太美不敢直视 跟第十一首的All About You 那这五首歌曲呢 前面其实都有就是 街头兄弟不是很饿还很浪漫 这个hashtag 其实呢 Jay Shawn自己本身我有看到 他的一些专访有在讲说 对于西洋音乐来说啦 R&B跟HipHop的结合 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可是在华语乐坛当中 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 R&B 要唱R&B就不会有HipHop 有HipHop就不会有R&B的出现的 这种感觉 就是你好像只听R&B 但是如果R&B里面有HipHop 你就觉得这首歌怎么 好像怪怪的 但其实在西洋 就是整个R&B的起源是来自于 美国黑人嘛 那他们的起源一开始是跟 R&B它本身它就是Rhyme and Blues嘛 就是节奏蓝调 那蓝调这种东西可以分着超多超多的支线 那其中一个大部分的就是其中一个大家族就是R&B 那HipHop其实也在R&B的底下 还有Soul啊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R&B的音乐呢 我刚刚有说嘛 它是起源自40年代的美国黑人区啦 其实在他们那个时候啊 就是能够应该说能够支付自己去娱乐各式各样的活动的资金 其实是不足的 就是人民其实没有这么的有钱 这些黑人没有这么的有钱 没有有钱到可以去很多这种娱乐的地方来消遣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黑人他们本身很热爱音乐 那他们那时候的茶余饭后的活动呢 其实就是跟着身边的朋友啊 邻居啊 聚集在街头 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乐器 像是口琴 然后去吹奏一段歌曲之后 然后呢 剩下的人或是旁边的人 就会用这样子的节奏 一点点的节奏 然后把自己的生活 所经历到的故事 不满不如意 或是一些抱怨的话 塞到这个旋律里面 然后就是变成一种非常生活 而且很随意的音乐的歌曲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R&B是非常地 应该说R&B的歌词内容 或者是R&B的这种起源故事 它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 它的歌词其实是很贴近人心的 就是在讲说你自己可能发 它很像在你晚上 在跟你朋友讲电话的时候 就说OK 我昨天就是那个公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就是把你这些抱怨的话 或者是你分享的故事 加一点节奏 加一点音乐 一点旋律 然后创造出R&B这样子的曲风 这样子 所以R&B它是很生活化的 然后 你追上这一张专辑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 它全部的歌曲里面 它就是很像 因为它的那个专辑名称叫做巷子内嘛 我觉得它很像是巷子内的这种笔记型的观察家或观察者 它把它所有观察到的现象 故事 画面或者是内容 全部记下来成为它创作音乐的元素 反正它就是把它什么都记起来 因为它像是那个不管它歌了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就很像 它就是在讲夜店生态啊 就是你灌醉自己的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像是第三首歌叫做剃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在第一张专辑街巷的时候 它就有讲到它的一个好朋友 叫做Bur Bur吧还是Bur啦 我忘了耶 Bur吧还是Bur啦 它就在讲它朋友就是失恋 然后变成情场老牛啊 但是它又很不想要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消遣自己的朋友消遣到不行 Bur啦 对啊 Bur啦 消遣到不行 那这一次呢 它一样就又把他朋友的故事 再把它拿出来当成音乐的元素 跟创作的灵感 这专节第三首歌剃刀 就是在讲剃刀讲这个人 我觉得如果是有在关注整个华语嘻哈 音乐嘻哈 整个华语乐坛的嘻哈 嘻哈这一块的人 应该都很不陌生 这个名字叫做剃刀讲 那剃刀讲呢 它其实在早期 它是创作了很多的beat 然后去卖给我们那时候 就是华语乐坛的地下的饶舌歌手们 为什么我会说地下饶舌歌手们 是因为在那个时期 整个饶舌音乐 整个hiphop rap 在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 嘻哈这一块音乐是非常非主流的一个区块 这样子 所以基本很少人在听啦 所以那时候呢 要以嘻哈来做音乐 它是非常困难 而且也非常辛苦了 可是剃刀讲它那时候度过了 那尤其那个时候又没有像现在 在这么多的串流平台崛起 所以那个时候的饶舌歌手想要发表自己的音乐 基本上他们没有任何的管道 可以去发泄 或者是可以去公布这样子 那剃刀讲这个音乐制作人呢 他现在是Jay Sean的算是班底型的音乐制作人 他其实合作过的歌手非常非常多 我真的讲数不清 那我这边就大概举例一下好不好 就是像是葛中山啊 吕士轩啊 熊仔 OZ 孙盛熙 还有张慧妹 顽童 吴卓渊 佳佳 周星哲 那如果大家比较有印象 或者是他最近最代表的作品 应该就是蔡依林的Ugly Beauty这张专辑 她也有参与制作 那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 她参与制作的玫瑰少年 就在Ugly Beauty里面的玫瑰少年 获得了去年三十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 所以这一首歌提到就在讲说 提到讲这一个人的故事 那绝相也把它放在专辑里面 把它成为了一首歌 那如果我要说这张专辑我最推荐的两首歌曲 我会推荐第六首歌叫做慢走不送 就慢走不送是他跟Morrison还有爱怡两所合唱的歌曲 那其实也就是在讲就是一个 算是女生恐怖情人吧 就是女生公主病啊 然后分手还心不甘情不愿啊 把男生当公主人这种感觉 他也把它非常口语化的做成一首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很高级的歌曲 然后还有第十一第十一 啊我的天啊 还有第十一首的All About You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Jay Sean真的是算是 今年一军突起呢 就是他这张专辑 我觉得也蛮看好的 因为他整张专辑都 你会发现他把这整张专辑做的质量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他的intro跟outro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虽然没有任何的歌词 但是他intro跟outro弄得很好 OK这就来自第二位入围的歌手 Jay Sean 再来到第三位 第三位呢是来自张正月 张正月这一次让他入围最佳国语南歌手的专辑呢 是他在2019年10月发行的远走高飞 那大家还记得他上一张专辑 距离已经多久以前了吗 上一张专辑是《我是海牙古墓》 是在2013年7月的时候发行的 所以已经 哇 三 已经六年了耶 可不可以六年 然后他再一次 我今天怎么了 可不可以六年 然后他再一次的发行 他的全新的专辑 可是 因为其实远走高飞这一张呢 只有五首歌曲啊 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像是EP的概念这样子 那我记得《我是海牙古墓》好像是在当届获得最佳专辑奖 那这一次呢 他入围了最佳国云南歌手 我觉得这整张专辑啊 他完完全全就是在讲 失恋与离别 他就是一张失恋大全 他五首歌曲 除了第二首歌 念念不忘 如果你不要把他看成失恋的话 你会觉得他是在讲一个人的离开 在讲离别的歌曲 可是如果你把他带入到失恋的情境里面的话 基本上也不为过啦 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也不为过 所以呢 这一整张啦 第一首歌曲 叫做《酒鬼》 那他完全就在讲说失恋后啊 买醉自己 然后让自己成为酒鬼 尽在这种虚幻的空间 然后暂时 让自己忘记现实的痛苦的这种感觉的歌曲 然后第二首歌 念念不忘 在讲的是离别 就是你走不出回忆 然后你没有办法打开心房 你一直在逃避 所以我觉得 他如果在讲失恋也可以 但他如果是纯粹在讲一个亲人 或是朋友或是你很在乎的东西就离开你 没有办法忘记以前对他的那个回忆的话 其实也是说得通的 然后第三首歌曲呢 《绝对》 他是在讲说 想要绝对的戒断 所有与就是前任的关联啊 然后断然都离开的这种感觉 但其实老实讲很辛苦 而且你在情绪最浓的时候 基本上也做不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绝对有一种是在逼自己 要去做什么决定 或是逼自己离开的这种感觉 然后第四首歌 《贪心》呢 是在讲反省 就是通常都要等到感情真的没有了 你才会发现知道 哇 原来你真的是伤害了对方 或者是你真的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原来你在这段感情中你是很贪心的 就是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这样子在对待这段感情的 但是通常都要等到对方已经受不了了 已经要离开了 我们才会认知到这件事情 就是贪心这首歌在讲的故事这样子 那第五首歌呢 《远走高飞》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它这只顾名思义就是各自奔东西了啦 就是离开虽然很难 但是必须要去做这样子的决定 要让自己更往前一步 或是离开原本的这个旧环境 让自己远走高飞 才能去突破更新的自己 或是走出一个新的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整张专辑的情绪都很浓 虽然有些 有些的曲风 没有这样子这么的煽情 但是从这种淡淡的曲风 你还是可以浓浓的感受到 他想要传达的意思 所以这一张专辑呢 五首歌如果我真的想要推荐的话 我很推荐第一首歌《酒鬼》 跟第二首歌《念念不忘》 分享给大家 那这是来自第三位入围 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张正月 然后再来第四位歌手咧 第四位歌手是来自黄明志 然后让他入围这一次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专辑是他在去年 也是在2019年12月发行的亚洲通话 其实他在发行这张专辑前 我是想说你的这个亚洲通系列到底要通到什么时候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 他从第二张专辑亚洲通气就一直通下去了 从第二张专辑的亚洲通气 在第三张亚洲通杀 第四张的亚洲通车 第五张亚洲通吃 一直到他亚洲通话的上一张 第六张亚洲通叠是在2018年12月发行的 然后到了2019年的亚洲通话 如果大家有在关注黄明志的话 应该会发现 他可能年底前还会再发一张第八张 叫做亚洲通才 因为他从那个中国tone 就是China Reggaeton 开始他后面的小老鼠都是标记亚洲通才 所以我在讲他应该 没错啦 他下一张专辑的名称应该就叫做亚洲通才 那亚洲通话这一张专辑呢 他其实讲到的非常非常多的议题 我自己觉得黄明志是一个 唱在最前线的歌手 他就是把现在所有发生事情 最符合时代趋势 最先进 然后最现金的一个歌手 就是今年流行什么 或是现在流行什么 他就可以把它拿来当成 他歌唱元素的素材的材料 然后把它做成一首歌 所以他在这张专辑里面 有唱到关于流浪狗啊 也请到了肖敬腾来陪他一起演唱这首歌曲 然后还有谈谈网路恋爱啊 这首歌叫做爱你也爱他 还有十年挑战大家记得吗 10 years challenge 10 years challenge 那时候在夺红啊 就大家一直疯狂的找出自己十年前的照片 或是十年前做错的事情 这样子就是十年挑战 这首歌叫做我们的十年 那除了这些他有讲到像是爱情啊 文化啊 政治啊 宠物 最后一首歌 宠物 就是各种社会议题啦 那我自己觉得啦 如果我们自己身为台湾人嘛 要我真的很推荐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的话 我会推荐第一首歌 鬼岛 我觉得鬼岛这一张 这一首歌 完完全全听得出来 就是黄明知识带着心目嫉妒恨在写这首歌的 他虽然里面字字句句都在嘲讽台湾 但是很 就是你很容易看得出来 很容易听得出来 他爱台湾啊 他就是喜欢台湾这样子的氛围啊 虽然我们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自由到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啦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民族自由的这样子的环境 才可以导致我们现在这么 过得很无拘无束吧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可以骂政府 我们可以表达自己不要的 但是 因为有言论自由 我们又发现 好像有些人就仗着言论自由 到处去散播一些 更夸张的话语这样子 就是 很酷啊 我们就是 这是鬼岛啊 怎么样 但我非常的 荣幸也很骄傲 我处在这个鬼岛 叫做台湾 所以我觉得黄秘这首歌 如果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听一下这首歌 很可爱啦 就是你 你刚开始听 如果不知道他的 真正想要讲的 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他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歌曲 可是你仔细的去了解 你会觉得 就是很可爱 对 我们就是这样 没错 没错 这样子 没听到任何一句话的时候 都说 没错 而且他后面还有加一些 就是加了一大段的闽南 我觉得也是蛮 值得我们去聆听的 那如果要推荐第二首歌的话 我会想要推荐 《罪蝶》 《罪蝶》这首歌 我觉得 他的旋律 其实蛮 芭蝶的老实讲 可是我好爱 我好爱这一种 好像在听 以前的情歌的这种感觉 他整个旋律就是 很以前的情歌 但是很澎湃 然后很有力道 的一首歌曲 这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鬼岛》跟《罪蝶》 那这是来自第四位入围 今年最佳 《鬼岛》歌手奖的 《黄明志》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呼声很高啦 因为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 而且他可以诠释的歌曲也太多了 所以这整张传辑都 很多元 然后你可以听到 原来 《黄明志》也会唱R&B 这种感觉 所以 也是蛮期待的 真的不知道会讲落谁家 没有到最后一刻 真的都不知道 好期待 10月3号赶快来 然后再来 第五位歌手 第五位歌手呢 是来自 吴清风 清风呢 这一次 让他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 讲的专辑是 他在去年2019年9月的时候 发行的首张 个人专辑 太空人 会说首张是因为 他们就是休团三年嘛 啊 休团三年 我觉得这休团三年 对他们来讲都还蛮好的 因为 可能 你在乐团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做出 应该说你没有时间做太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刚好他们宣布这三年的休团时间 所有团员都去追他们自己的梦想 追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清风的粉丝的话 这三年你会发现他完完全全没有停下来过 他一直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不管在各式各样的节目 选秀节目音乐节目上面 甚至担任了老师 也担任了选手 甚至在最后2019年出了自己的专辑 甚至在最后2019年出了自己的专辑 叫做太空人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 我自己听下来 因为我算是他非常忠实的粉丝 他那个太空被忘记的演唱会 高雄长我也有去听 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我想要很 想要炫耀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们那时候买的票 因为票时在太难抢了 我到时候只抢到三楼 就是很高很高的位置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入场的时候 他这一次的太空被忘记的 整个舞台的设计 是把舞台设计在场地的正中央 所以我们是环绕舞台做的 那我那时候是坐在三楼正中间的最上面 结果呢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就跟我说 不好意思 因为舞台设计的关系 所以我们坐的这个座位的前方 就是这一次演唱会的提词机 超级大的提词机 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 我们是完完全全看不到舞台的 然后工作人就说 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可以帮你们换位置 我们说当然好啊 换位置 可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说 会换到哪 我们想说应该就是换到三楼的 可能左右两侧吧 结果呢 我们就去换了 就是因为好像还要 我记得还要再去柜台 然后跟他拿新的座位的 那个号码这样子 我们被换到了二楼 右边最前面 你知道那个票价是直接翻倍成长吗 我那时候到那个座位 坐在的时候 太爽了吧 这是爽到不行的爽耶 因为舞台太近了 而且这一次的 因为他是环绕 他的舞台设 他的舞台设在最中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基本上一楼是没有座位的 一楼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区块 然后最贵的票价座位 就是在二楼的左右两侧 所以我们的那个票价基本上 就是已经在第二楼了吧 我印象中 我们坐的那个位置已经是第二楼了 所以我完全就是幸运啦 幸运到不行 然后这一张专辑呢 我自己觉得啦 欣峰好像就是抓到一个机会 可以想要把它 怎么讲 就是他找到一个机会 可以想塞进他所有想要塞的元素 在这张专辑的这种感觉 他可以肆无忌惮 然后完全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他想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在听音 就是在听歌曲的过程中 我都好像有一些画面在看 就是已经有画面突然在眼前说 那个工作人员啊 不是工作人员 就是幕后啊 可能制作人啊 就在录音师跟清风说 你确定这首歌要这样子 你确定要这样唱 你真的要这样唱吗 这样子 所以我就完全可以想到这种画面 但是这张专辑就是 我觉得让清风就是自由度变得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创造出 应该也不是说创造 他可能很早以前就想要 写这样子的歌 或者想要唱这样子的歌 但是碍于因为苏打绿有本身自己的特色 现在不能叫苏打绿 现在叫余定蜜对不对 余定蜜有本身 他们自己的特色在 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在 所以当清风想要 应该说 他们是在这样子的风格跟特色中 去发展出所有的可能 跟所有的元素 然后造就了这个 这么成功的苏打绿乐团 余定蜜乐团这样子 那清风他本人可能自己有很多 自己想要表达的想法是 比较不符合苏打绿本身的风格的 所以这一张专辑完完全全就是 吴清风本人的特色 你是很明明白白 就是很明确可以分辨得出来 这就是吴清风 这就是苏打绿 他们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个体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的成功 真的就是清风就是清风 他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在这整张专辑去选出 好就是推荐的歌曲的话 怎么办我真的是想不出来 可能是现德基跟奥塞德吧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笑吗 就是现德基跟奥塞德的作曲人是 加凯 然后词是清风做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样 我这样讲 他听到可能会很生气 他说好啊 其他前面就不要听啊 这样子 现德基跟奥塞德 我真的觉得是清风跟加凯 爱的结晶 尤其奥塞德的最后面那个独白的最后那一句话 谢谢你等我 我回家了 太 如果你真的很爱清风 很爱苏打绿的话 你一定要听奥塞德这首歌 他比较不是 他比较不像是一首歌 他像是一本童话书 他像是一本 应该是故事书 然后一个自转的感觉 这一首歌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到清风想要表达的概念 他想要诉说的事情 然后他时间虽然很长 但是你听完不会觉得他已经过了十分钟了 所以我很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叫做奥塞德 那如果我自己真的是硬要 完完全全是硬要推荐的话 因为老实说我 这所有的歌曲 整张专辑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但是如果你硬要我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第六首的 诗意震跟第十首的太空船 诗意震它就是一个很歇斯底里 然后很疯癫的歌曲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也没有发现原来清风 可以就是疯成这样 虽然他在苏打绿可能有一些唱腔 有逼近这样子的样子 但是这一首歌就是完完全全放到不能再放 然后他不是那种 就是嘶吼放 他就是那种声音的巧妙 玩声音的放跟精神情绪上的放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推荐第六首歌 十一整 然后第十首歌太空船 是因为它有加很多很多的电玩风的 音乐音效伴奏在里面 就是很像我们童年在玩Gameboy 我们在完蛋透露年纪 就是对没错 就是很像我们以前在玩这种 很用单纯的电子乐弹奏出来的歌曲 就像是马力奥兄弟的最前期的那一个音乐的声音这样子 所以我也很喜欢 所以这一次 大家有听得出来我的私心了吗 就是很明显 对不对 这六位歌手已经很明显了 对不对 我没办法 就是看到他在那个最下古语男歌手的时候 我就是好激动 想说好没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 再来第六位歌手呢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大黑 大到不行黑到不行的大黑 叫做求德 那求德呢 这一次让他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专辑 叫做他去年在2019年 也是在12月发行的颁奖的时候 我要缺席 所以他真的是神秘到家 因为目前真的还不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来金曲奖 但是希望他会到来 因为据说他有187公分 很想看到他本人到底多高 他是一位来自中国贵阳的歌手 今年26岁 然后因为呢 金曲奖上面出现了他的名字之后 大家就开始在找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可以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然后才发现 原来他是一位中国歌手 然后呢 也是因为金曲奖公布之后 娃娃在他 娃娃魏如萱在他的电台访问当中 就有隔空 就是通话给求德 然后 网路上都有音档啦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一下 娃娃跟求德的访谈这样子 那访谈过程中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应该说大男孩吗 他很可爱 然后又很幽默 然后也 歌姓感觉也是蛮直 但是又很 避暑 很害羞的这种感觉 然后没有看过他本人 也没有太多的资料啊 影片啊 查到最多 应该说能查到最多的就是他的音乐了 那这一张专辑呢 班长的时候我要缺席总共有十首歌曲 那除了第一首歌 同名 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叫做班长的时候 我要缺席以外的九首歌曲呢 都是在唱不同身份的人的故事 所以这九位 应该说这九个人呢 有小男孩啊 有船一啊 有街头的艺术家 还有科学家等等 那我自己觉得 我听完这整张专辑之后 我觉得求德的音乐 它完全全就像是一个音乐剧的感觉 所以你听完这整张专辑 你会很像 听完一整部音乐剧 然后他的 就是每一首歌的 戏剧张力都很大 然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然后非常 就是拥有非常鲜明的人格 设定人格特色 就是你知道这首歌就是在讲传疑 然后这首歌出来之后 就在讲科学家 然后又搭上就是求德 呃 我觉得求德的音色里面又多了一点奇幻 然后辨识度再高一点 然后他的张力很大 真假音转换非常的自如 所以搭配他这样子很音乐剧的编曲跟 呃 编曲跟作曲的特色 你会觉得他这整张专辑都好爽 每一首歌都让你听得非常的过瘾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真的是个大黑 如果金曲奖上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我也不会知道这位歌手是谁 那这一张专辑的话 如果你想要我推荐 歌曲的话我会推荐两首歌曲 第一首歌叫做 呃科学家 在专辑里面的第七首 它是一首全英文的歌曲 可是我会想要推荐给大家是因为 我很喜欢这种有别于一般乐器的伴奏 或是编曲方式 他在这首歌加入了大量的效果器的这种音乐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作品 然后真的有科学家在研究啊 然后在实验室里面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这种 这种特效音跟这种场景音的感觉 我好喜欢好喜欢 然后第二首歌我想要推荐的就是 他的第一首专辑同名歌曲 叫做班长的时候我要缺席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能够展现他声音特色 还有作曲编曲实力的歌曲 所以它是一首爽度其实非常高的歌 那我觉得啦 虽然他就是首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就是以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姿态 跟大家见面 但是我自己不觉得 这样讲好吗 我觉得他可能 会是在前三名啦 就是如果是这六位歌手的话 他的我自己给他的评分 我会给到前三名这么高 是因为他的 整个的 因为你毕竟是选最佳国语男歌手嘛 所以在整个声音的掌控度上面 或者是在声音的表现度上面 他求得 真的是算厉害的 真的是好听的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不认同这件事情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不认同这件事情 他的声音是真的是好听的 所以这是第六位 入围今年第三十一届最佳国语男歌手 我讲的歌手叫做求得 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歌手 然后呢 最后最后 我自己推断啦 反正我也不是进去讲的评审 就是我这样子把 所有的专辑都听完了之后呢 我个人还是私心的想要给清风啦 因为我觉得清风这张专辑太多元 而且你会 你会惊讶到原来 清风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完成这样 他的声音的捏造性太广了 你好像可以把它捏成各式各样的样子 他都可以承受 他都可以诠释 他都可以完美的表达 就是这张专辑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感觉 就是让我觉得清风好像有 就是我们已经认识苏打律这十几年了 哎呦啊 有十年了吧都对 至少有十年了 你还是可以在这张专辑看到 不一样的清风 的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 我不知道耶 我自己私心会是觉得是清风啦 那其他 其他五位歌手真的都好棒 你知道我以前 我以前在看到进去讲的时候 入围的歌手 我就只是看到我喜欢的那一个 我就觉得他要的 但是我小时候不会想要去了解 我就是其他我不认识的入围歌手的作品 的歌曲 因为可能我不想听 或者是可能我没有兴趣听 那我可能也没有时间听 但是 应该不是说为了podcast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为了podcast 可是 不知道听歌就是我的兴趣啊 在 最佳国语 应该说在金曲奖 这一届金曲奖 公布名单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听所有入围的歌曲了 真的太扯了 他把 他把原住民语带到了一个国际性的高度 所以 所以我 所以我才刚才会讲说 不是因为 这一次的金曲 不是因为podcast 我才想要去听其他歌手作品 是因为 我不知道可能长大了吧 而且 发现自己对音乐的兴趣 就是这么的高 这么的爱 所以我就是听听听听听听 听到快一半的时候 我才想说 说不定我可以来弄个 就是把它放进podcast里面 对啊 我才想到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 哇 45分钟了 40几分钟了 好哦 那没关系 反正这就是今天的podcast 在预告 也不是说预告啦 就是在猜测 猜测这一次 第31届金曲奖 最佳国语男歌手 我觉得可能会得奖的人 叫做吴清风 那其他入围的歌手呢 应该说这六位歌手 分别来自于 周华健 J Sean 跟张正月 还有黄明志 还有吴清风 跟最后的大黑马 求得 那 我觉得他们 六位歌手的音乐 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很棒很棒的歌曲 很棒很棒的歌手 谢谢大家啦 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话 不知道啊 等下个礼拜我再看 我想要介绍哪一个奖项 那我再跟大家再讲一下 我想要介绍的奖项 第一个 今天讲完了 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再来是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然后再来是最佳新人奖 然后还有最佳年度歌曲 跟最佳国语专辑 这五个奖项 分别会一直持续到 金曲奖 开始的那一个礼拜 也就是10月3号 我可能会在10月2号的时候 发布这个 最后一集的Podcast 也有可能在10月3号的早上 发布这样子 不一定 因为10月3号晚上就是 典礼了嘛 这样OK吗 那就先这样子啦 谢谢大家收听啦 我们的尬聊音乐 今天其实没有尬聊 当然时间不够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尬聊音乐 然后也陪我猜一下 今年会得奖的最佳男歌手 拉的超硬 就是凹的超硬 陪我猜一下 今年会最佳最佳男歌手 讲的人是谁呗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